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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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們一起拯救兩岸民主自由與印太永久和平 Ingo永久和平夥伴協會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 推進中國民主與印太永久和平 用台灣征服中共的戰略戰法及戰場 首先介紹我們的主題思想 介於我們人類最後只有兩條路 和平與毀滅 相對於核戰毀滅 人命成灰 和平就是生命 和平就是真理 和平就是道理 而永久和平就是永恆的生命真理之路 捍衛真理 滅絕核武 威力比原子彈大萬倍的核彈 將變成毀利人類的魔鬼王 所有國家的領袖 都應該到日本廣島長期 青眼目遭遇原子彈轟炸 灰燼之城 建於歷史長河 沒有獨存的帝國 只有共存的亡國 萬國 歷史一再證明 專制永遠是人類革命的迫害者 也永遠在項外擴張領域 掌權者主導 修改的憲法 也永遠是在廣架人民 建於中共越專制越強大 全球束手無策 民主國家 應利用台海兩岸 每年雙向交流 超過千萬人次 又沒有語言文化合格 合得台灣 支持台灣更民主 更自由 更繁榮 激發台灣全民奮勇並盡 吸引中國人民勇敢追隨 共同為印太永久和平 做出貢獻 接著我來介紹我們的戰略 這是愛莫神的一句話 基於戰勝的人 趴在地上 畫了一個圓圈 把我關在外面 說我是背叛者 愛心使我 有勝過他的智慧 我又畫了一個大圓圈 把他也圈在裡面 基於人類 數千年來的戰鬥 無論為何而戰 為誰而戰 亦不問誰勝誰負 最後都要回到 制度表現 這個戰場上進行 在這裡讓人們 印證功效 增加智慧 發現真理 對現價值 基於中共已經推動 中國標準2035 將主宰全球制度 時代現行的國際規則 目前國際標準組織 ISO 所通過的 兩萬多項的國家標準 CNS 以及國際法 中共都將全面參與 目前香港已經參加了 247個標準委員會 台灣目前還沒有 而我們本會 本協會 永久和平協會 將加入 國際標準化組織 ISO 比較ISO的兩萬七千零一 防灘管理標準 發展永久和平憲法標準 基於國際 只有永久的利益 世底世友 分分秒秒都在雲華 所以台灣只剩下了一條路 打一場改變人類命運 勝負一定的制度戰 也就是與中國人民 以及全球三分之二被壓迫的人 站在一起 決戰不是價值 及人類大同的廣納性制度 對抗中共的詐取性制度 為此 我們提出 全球249個政治實體 裡面包含著聯合國的 193個國家 都可以單獨運作 解決自身和平發展性 而滅絕核武 解放專制的永久和平憲章 建構最神聖的和平價值 與最珍貴的人類資產 第三 我們的戰法 永久和平憲章的內容 包括了兩項基本理念 永久和平 人類大同 以及28項基本主張 簡稱228憲章 第一條 立憲原則大同 永久和平 人類大同 人人受益 無人受害的基本原則 貫穿2228憲章的每一個條款 二 國家信仰大同 三 法治世界大同 四 萬國萬法大同 五 國家禁核大同 六 國家分權大同 七 人民自覺大同 八 人的價值大同 九 人權監禮大同 十 競選程序大同 也就是根治政治清廉 嚴禁於選舉華慶 十一 職位開放大同 十二 首長任期大同 十三 政黨開放大同 十四 結社責任大同 十五 地方制度大同 十六 立法參與大同 十七 國會組織大同 國會財委員會中心主義制 十八 國家行政大同 十九 司法檢查大同 二十 司法審判大同 二十一 國際安全大同 二十二 祖國祖產大同 二十三 國家品質大同 國家應加入國際標準組織ISO 二十四 防衛民主大同 二十五 鞏固民主大同 二十六 憲法標準大同 在這裡創造生命價值 推升憲法標準 改進資源分配 貫徹永久和平是人民最神聖的權利 也是國家最緊急的義務 二十七 行憲保證大同 二十八 抵抗違憲大同 接下來是戰場 本線各項的基本主張 每一項都與全球不奉結為 都是為戰先生 垂範千秋的戰略和戰憲法 都能使人民偉大 國家富強 世界和平的必要條件 以台灣示範的二二八縣章 標誌著一個民族至上 主權至上時代的結束 也是一個新神聖時代的太端 為了驗證本縣章的效能 增加智慧 發現真理 對現價值 本會經過全球200大媒體 及全國10大媒體 設了或頭條的問題 提供解放 二十多年來超過十多萬件 每件公開徵求更加解放 從一百到一萬美元獎金 已修補不足 本會為徵求更完美的制度 廣如人類智慧 本縣章共有二十一個以上 制度表現的主要戰場 視線保證 明顯保證 刺藥的戰場無所不在 所以我會在這裏 月故 細心情看本縣的憲章 行限保证 总统名义代表 法官军官等一切公职人员都是一宪法 一宪依法对全民及全人类负责的行限保证人 这相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序言规定 人民是共产党一党专政的行限保证人 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制度吗 敢有更好的制度就给百万美元 像德诺贝尔讲 否则最不完美的本宪章就是当代最完美的制度 我们透过改选让制度品质持续提升 透过比较万古万法 让法治与实并景宪法标准不断的完美 如果遭到抹黑攻击的话 协力略的地动说 也就是台湾的永久和平说 真理就是具备了这样的力量 你越是想要攻击它 你的攻击就越加充实它和证明了它 那么我应该相信什么呢 相信自己可以决定自己的价值 及普世的价值 在政治权利上 不要再听到对人的信任 而是要用宪法的锁链来约束它 不做坏事 美国的泰国元逊 Jefferson说的 相信法治与科学 不要再听信 为独裁者的声音 不许的大法学家 为专制者 和让利喝彩的大企业家 或是为了集权者的效应 欢呼的政客媒体学者专家 他们都是共犯结构的受益者 相信只有自己决定的 别人才能走 让别人来决定你的宪法价值 等于是 把自己的灵魂交给别人 来主宰自己的身躯 置险修险 一定要自己决定 相信你 眼睛和你的手 打开手机 提出你的问题 一定可以找到保障你的尊严 与价值的权利依据 选择对你最有利的万国万法 相信台湾是民主灯塔 而只有台湾人民 有能力突破中共 全国咨询封锁 引领中国人民民主化 永久和平才会诞生 我可以抱有什么希望呢 一本宪章 抱有个人梦 国家梦 世界梦 自我实现 你是国家的主人 也是缔造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大同的领航员 终身的立法行政司法检查的主权人 本宪章混同式的改造 标准化的整合 优点别的国家都没有 而别的国家有的缺点 本宪章也没有 我应该怎么做呢 宪章是国家的根本大法 制宪修宪权 永远无条件属于人民 只要你联署支持 永久和平宪章成为特别条款 你的一封邮件也就是一道光芒 每增加一份联署 以整一份和平连锁反应的效果 和波浪拓散的动力 结论 拯救东方自由民主 根绝专制 灭绝和睦 为国家立大业 为人类立大爱 为天地立大法 为万国立大同 创造神圣的和平价值 建构至尊的人类资产 是台湾人民责无旁贷的天命天职 启动直宪 没有法则的法律不是法律 没有抵抗权的宪法 也不是宪法 只有公民觉醒 主权在民 制宪修宪 一定要主权人 请自启动出场 改造人类的制宪运动 就此启动 对性价值 为此台湾及全球 超过三分之二被压制的人民 失去的只是锁链与铁幕 其他并无人知 却永得天时地利人和 永续互强康乐 人人自我实现 家家安居乐业 代代常顾久安 以激发全体中国人民奋勇病情 吸引全球公民勇敢追随 推进世界永久和平 你愿意为永久和平联署吗 永久和平宪章的草案提供全球249个政治实体 韩联合国193个国会员 以及四国家层袭的中方省区等 每一个政治实体都可以单独运作的宪法标准 我们的理念主张如下 人类最后只有两条路 和平与毁灭 建构和平 灭绝和武 是我们使命 第二 一个地球 一个法治体系 国际法高于国内法 直接对人民法称权利益 第三 万国万法 构成国内法的一部分 人民得择优远用 保证人权不落后他国 第四 确保人的尊严 司法正义 永久和平发展 大法官半数来自世界五大洲 你的一份联署 必然增加疫症和平连锁反应效果 和波浪或散动 接下来请我们的会长黄千铭先生 来补充部组的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各位貴賓 各位憲靜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我想剛剛我們有剪報了 我們的永久不平憲章的這種理念 那麼我們就是在海內外 我們都要徵求大家更好的意見 我們來填補 修補我們的不足 那我想我這裡就先簡單介紹一下 我們到今天為止我們做了什麼 以及今天以後我們要做什麼 那簡單向各位請教也請各位來協助我們 首先我們來介紹說我們的 我們的這個智庫 我們的這個法規資料庫 是目前全球的 所以最完整也最大的一個智庫 就比較法智庫 這個比較法智庫就是 也就是從所有的全世界的這個憲法 國際法 日語世界民法 行法 行政法 你都可以在我們的網站上面 只要你要找某一個資料 你把 keyword 推進去以後 你全世界有相關的規定全部出來 過去那個潘白血教授到我們那 十幾年前到我們來訪問 都說 哇 那有這麼好 以前我們要收集這個資料 一個禮拜都不如你借一分鐘 就可見我們就不會用是很好用 不會用的其實是沒有人 不會用還是不會用 我們認為我們就是應該要這樣提升這個水準 就是說我們的資料庫有部分 資料庫有第二個部分 剛剛也要講 就你所有世界各國的法規是怎麼規定 那我們的律法器官 我們的法律來相對來理想一下 看我們的法律是怎麼樣的 怎麼樣的這個水準 也就是說讓惡法 惡政乃至於惡黨 你的惡教都會延期人出現 會延期譬錄 跟其他國家一比起來 你就遲早他就要改過來 我想結果也是一個很好的資料庫 第三點 同樣的資料庫的運用 我們來推動叫做審判預測系統 就是你當你還沒有上法院 還沒有進法院的時候 你把你這個條件 情況輸入進去 那基本上會總共判決 我們把天使所有國內的這個判例 全部都收集了 甚至於我們國外的也要繼續收集 所以你就看到 這個同樣一個罪犯 他的那個結果是怎麼 是如何都不同 我想給他舉一個例子好了 我們講吸毒 他罪不被人 罪罪都有吸毒 那麼你把K他命給他輸入進去以後 你會發現 假如在印明或者在揮印明 就是死體了 就是死體了 可是你當發現在歐洲的時候 你會發現不但沒有犯罪 他還給你繼續讓你吃 由醫生開給你 慢慢把它降低 降到你借一覺為止 所以同樣的一個行為 同樣一個行為 在東方的這個世界裡面 是一個罪犯 在西方的話是一個病犯 然後把你當個病犯 你看人的差異有多大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在努力 如何能夠濃厚 最後就是我們這個 最要負的這個可貴的情況 另外就是我們首先做過的 我們剛剛講這一套 永久活平的現場 我們也經過一二十年 二十多年了 那麼 將這個所有報值 世界的這個購到保 只要 我們有興趣的就是那個社論 這一點這個比較 那個比較好 史特倫 頭條 我們都拿來當我們的這個題目 我們要解決 我們依據我們這個現場的題目 要解決 那我們這個方 一共做了超過十萬條 這個每一條 現在大家上部 你們上手機都可以看到 有中文 英文 日文 西班牙文 西班牙文應該在哪裡 在哪裡 這裡 三個 對 這我們西班牙文 就是那個 英文去 那個是堅持過 我們 我們 俄羅斯沒有來 今天沒有來 所以 基本上 我們就是所有的 各種報紙的 那個 國家的問題 我講是一個國家的問題 不是國與國之間的問題 國與國之間的問題 那是聯絡國之士 我們是講一個國家 如果一個國家 我們常這樣說 大家聽起來好像說 一個國家如果要把國家治好 就絕對是治國的萬一單 我們簡單這樣說 希望大家來更補充 或者說來修正 或甚至於來說把它抽破 說對這個是不可能的 就我們就接受 那麼 大概我想 我剛剛介紹幾點 幾個 就是我們已經做了 已經做或者還繼續在做的 那我們準備要做的 我向各位報告一下 也請各位 向各位請教 第一點 我們是要成立 我們已經提出申請的 就是愛人集合 就台灣第一家 所以法院講到 第一家去向法院正式登記 為社團 這個 這個 國際 世界性的 這個法院 就是 法院根本講 我們是第一家 所以這個 我們今年 就會 申請下來 就是說 台灣 是世界性的 但是它總部 是在台灣 也是在台灣 發起的 發認的 這個意思 大概基本上 對法院 他是這樣講 我們也這樣認為 這個我們要做 我們做這個目的 就是要進入聯絡國 我們希望明年看 就開始正題 進入聯絡國的 這個MGO 叫INGO 這竟然又做什麼呢 如果它有分ABC三級 A級的話 聯絡過所有的會議 你都有可以發言 不不 不能發言 是可以提書面發言 提書面這個建議 那麼限一千五百個次 那如果C級的話 就是五百個次 你可不可以發言 所以總是 總是比台灣現在 一個人發言的需要 都沒有要好看多 這是我們希望 我們一起去做的 好 那麼第二點 我們也會申請加入 剛剛講的 國際標準的那個ISO 結果出資 結果ISO呢 目前有將近八百個委員會 專業委員會 那些八百個委員會 現在參加最多的 過去是法國最多 現在中國超過了 然後中國最多 目前 連香港都剛剛都有講 四百 兩百四七個 我參 我參理的委論 台灣是一個都沒有 台灣的政府 實在是一般的說外台政府 它根本沒有真正要把這個 整個台灣要嫁給政根 要嫁給武庫 這個是很可惜 如果你不躲到世界的話 不知道 原來是差這麼多 差得這麼遠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也要加入 那也希望說 這個 在這個 明年 我們希望就在世界有五十個 國家有分配 那麼現在 加拿大 來 我們這邊 謝謝 謝謝 現在今天是個人 又增加十個 又增加十個 那麼大概 我們希望今年就能夠很快 突破五十個國家 有這個混亂 當然目的就要推動 永久活平 這個概念 所以我想 如果各位有什麼 因為今天如果還夠的話 是不是各位有什麼要指教的 那就請你們來 那不限題目 不限面容 我認為都不限 只要是一個國家 一個國家的事情 我們通通負責回答 好不好 如果各位有什麼 讓指教 不 這樣好不好 我想 這樣 來各位 你看有什麼 什麼 因為我不曉得 要講什麼 有的講 講的 有些人不願意去 有些人聽起來 有那個 這樣總是不好 來 請 黃先生 其實就是 一件當然是 我們大家都講 很厲害 現在全世界聯合國 它已經有兩大人權公園 全世界有那麼多國家簽署 可是我看它有什麼執行的效率 兩大人權公園說 各國人民都有緊張獨立自由的權利 有緊張獨立自由的自由 結果西班牙的加太尼亞 他通過了公投 由哪一個歐美國家承認他 沒有一個歐美國家承認他 結果加太尼亞不但通過了公投 他還選出了總統 選出了內閣 只有選出的總統內閣 在選出來以後 立刻到比利時去 然後比利時又把他們全部送回西班牙 接受審判 接受什麼審判 接受泰國罪的審判 我們看看歐美列強 如果他們不同兩大人權公約 這兩大人權公約 在國際聯合國上會通過嗎 結果聯合國通過了以後 這些歐美國家在加太尼亞 得到福利通過了以後 從來不同意的 你能不能按照提問 提問題 提問題 我現在就在提問 我就說 你怎麼能夠期望說 你推動的這個自由民主 這個和平組會的這個協會 或者大家簽署以後 能夠比聯合國兩大人權公約 達到更高的效力 好 謝謝 好 喂 謝謝 我想這樣好不好 我們就說 我們會議先來定一下規則 好不好 基本上是這樣 我剛剛前面講過 再重複一次 我們 我這邊 我這邊 我不談 國與國之間的事情 這個超越我們的幻規 我們講是一個國家的憲法 法義 不是聯合國的憲章 所以這個第一 就是範圍超出我的能力 就是第一點 我回答你 好 第二點 就是我們希望是在發言的時候 我們想一分半鐘好了 好不好 就提問題 好不好 就大家就提問題 我們來討論 但是 我在重複一次 一個國家的問題 任何國家都OK 一個國家的問題 那麼 也像這樣 國際的問題 我們這樣說 香港 香港 基本上 第39條 怎麼規定 香港 各位香港的做法 基本上 39條 就沒有規定 就是要 人員 人員 就是要貫徹實施 結果怎麼樣 這樣 那這個是一個 這個也是 這個意思 我就不加理解釋 大家都了解吧 我想 下一位 問題 就希望說 一個國家的問題 我們基本上是這樣講的 國與國之間聯合 我叫說 我們今天 我們所做的 所做所為 我們跟聯合國 絕對是一個戰略夥伴 聯合國 我們聯合國做的事情是 所有國家 成員 所有國家 大家談到開會 談到通過 換句話說 193個國家會員 基本上要有三日之後 或者以上來通過 所以它是政府的 要談什麼 和平發展 基本上是由上而下 我們談的是 一個國家一個國家 是由下而上 由人民來 以聯合國做標 聯合國簡單的說 是以國家 這個會員為做標 我們是以聯合為做標 每一個國家的人民 我們自己決定要怎麼做 我們自己來做 就是這樣 所以 區別 一樣 目的都一樣 目的都是要追求 國體 追求勇氣的發展 但是 方法不一樣 方法我們只能做一個國家 就這樣 好不好 來 請說 台灣這個證明問題 不知道有什麼辦法 規定 什麼方法 我想這樣 很好 這個問題 其實 其實這樣 我比你更慣心 我希望你問得更勝利一點說 台灣怎麼會好 怎麼會強盛 怎麼樣是一個很 非常 國務勉強的一個實體 一個國家 那你要證明 如果未來證明 未來證明 來 王愛 這個證明 就是我借一個那個 從彭明明教授 彭明明教授 跟李登輝在記者總統的時候 彭明明怎麼說 他說 叫做馬民國 叫什麼高砂國 叫獎金國 那沒有關係 國民沒有關係 國民不是國家要數 所以國民暫時 未來這個國民在那裡爭議 你看這一次喜樂島 連就東澳證明這樣夠不了 這是什麼 這是因為這個統派的那個力量 遠遠超過 超過中間派或者是 是獨派 很簡單 開票出來去失敬 那些反對是統派來反對 中共在反對的 那你有什麼力量 有什麼 現在就要從根本來 跟他打一場 我們剛剛講過 打一場制度戰 而且我們一定會贏的 就跟他打就不是這場 這樣才是從根本來解決 你說改了一個名字 就解決什麼 其實怎麼 你把鹽巴來就叫做糖 它也不會變成甜的 所以這個大家先不要吧 就先把它控制吧 這個如果有一句話說 不會轉軟就遠 永遠走不遠 你先轉不彎嘛 你這個名字還叫做糖 叫做糖 不要緊嘛 暫時先這樣 先重要的 先留住 先把它投出來吧 我想要好不好 我這樣回答 可以不可以 OK 好 謝謝 謝謝 麻煩接下來提問 請先報上大名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原論自由聯盟主席 蕭忠翰 我想針對原論自由這件事情 就叫各位 包括我們的黃族 大家都知道 我們現在很崇喜的社交媒體 叫做Line 那在Line裡面的時候 很多人都喜歡用洗版的方式 或者撥一些照片 一直不斷的在撥 所以我稱之為叫洗版 那問題是在一件事情 他們就怎麼說呢 只要我喜歡有什麼都可以 可是依照我們言論自由 在憲法上我們是有規定 但是有個適度的標準出來 問題是就是說 在這種制度 在這種實際上 你喜歡講的一句話就是說 這是言論自由啊 我為什麼不能碰我 我讓它破的東西 但是所謂的言論自由是 你可以破沒有問題 但是你要看你的場所在哪裡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在家 這是我家的後院 你憑什麼到我家的後院去 拉屎拉尿 Line本身也是一個社交的東西在 所以我想請問一下黃主席 以你的認知 在世界各國 我針對言論自由這一塊 是不是有一個上限 譬如說有個天花板 因為在我們國家有 但是並沒有很落實 因為他們講的是說 這是我們天賦人群啊 而且那時候很想講一句話 正南我們那時候講過一句話 我要爭取是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 完蛋了 這句話就有一個語幣出來 百分之百言論自由 並不表示說 能夠讓你暢所欲緣 掛詞 我想去掛詞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請黃主席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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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部分 我簡單先 這個我回答 我先回答這個 好不好 我先回答這個問題 基本上 基本上 沒有 所謂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 是有前提的喔 是有 第一要不妨害別人的自由 還有不妨害大家生存 那下一段的生存 這個有 不是說百分之百 就是什麼都沒有 NO 不是這個意思 這個第一要問題 第二 德國基本法第十八條 規定得非常清楚 你不能利用你的言論自由 你的出版自由 你的什麼自由 來 來毀了這個自由 就不可以 過去 過去呢 你不能用這樣的自由 名詞自由 來摧毀 名詞自由 簡單的說 這個都有非常明確的規定 也有很多的判例 也有很多的視線文的解釋 我們資料部裡面都有 歡迎你來加入 意思說 資料不用太龐大 你怕找不到 你就到我們的會台 我扶手給你 把全世界這個全部 呈現給你 好不好 這個部分是這樣 所以這個 基本上 不是這樣 不是說百分之百 就是沒有那個 言論一定沒有你的責任 是 天下一定是這樣的 不管你自由 民族 這個自由 是抛同儒 少了誰都來的 他不會自己來的 不能說 要自己幫助 什麼 沒有這回事 結果一定有一個寬論 好不好 來那個誰 還有 是 就是因為時間的關係 那麼我們把接下來的問題 留到下一場自由提問 接著我們有機會回答 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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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